大家好,又是Carrie 这几天热爆灯了 今天赶紧分享一个烏梅冬瓜二米水 小树很棒 首先很简单,有冬瓜 很容易,街市有的,有二米 有些烏梅,烏梅药材宝有 卖零食的地方有 然后,有少少片糖和姜 姜切几片就可以了 片糖和姜夹在一起,味道很棒 首先,我们先切冬瓜 冬瓜不要摇 皮要留下 可以下火,可以烧烧 在肉上放刀,把它切成小 这样就可以了 切小一点,快一点 不用煮太久了 然后,这条片子很快 二米,用水浸浸浸 浸浸洗,一个几钟 就可以了 你去藥材店买,三熟二米,我只用了三熟二米 切少薑,味道好些,和片糖是很配合的 三熟二米很寒,所以有嬰兒就小心點,不要太過寒涼就未必適合 所以你去藥材店問一問他們 然後我們燒一鍋水,我這裡大概是1.5公升左右 我們將所有食材都放進去 烏梅,冬瓜,薑,煮過一個小時 煮起了,燒慢火,煮一個小時至一個半小時 有時候可能要長時間,煮冬瓜軟軟的 煮的味道可以和變色 皮是會變色的,變少許的 冬瓜已經軟軟了,二米也可以 我們下片糖,然後煮溶 然後你試一試味,看看它夠不夠甜 有少許酸味,很棒 然後我們放在一邊,放冷 然後我們準備放進去瓶裡 或者任何東西都可以 然後我們將它冷凍去,然後就可以喝了 對呀,你們可以煮大煮一點 因為冷凍了很好吃,兩東西都可以喝完 我當日很快就喝完了 煮飯未訂閱就請訂閱 訂閱是免費的 可以說是給我一個讚 訂閱的時候按按小鈴鐺 按全部 下次我上片的時候 系統會通知你 今天就是這樣 多謝各位收看,拜拜 拜拜